有時剪到連涼都不沖 家底都出了一種酸臭味 傳出來的 是有酸臭味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Liz 現在其實已經是晚上時間 今天大部分的活動我已經完成了 做了事剪了片 出了街處理一些 每個人都會處理的瑣碎事 吃了飯回到你家 現在這個時刻就應該要洗澡卸妝的了 但在卸妝之前 突然想起一件事 很想跟大家說 因為之前剪片出片的 速度可能太快 一直都找不到這個機會 要拍這部片 所以趁今天一切都進行得順利 終於有空檔想坐下來 跟大家聊聊天 聊聊人話 但大家也不要預期 這部片會跟其他片一樣 很多爆點 然後剪接得很緊湊 很多效果 純粹想跟大家聊天 為什麼其他人的人生 看起來永遠都比自己的好 這件事就要追溯回答 一個多月前 有一個好朋友跟我聊天 他就說 其實我覺得你現在的生活很開心 我很羨慕你現在的生活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很自由 然後不用回到九晚五 每天都好像到處去做自己喜歡的事 經常去旅行 見自己想見的人 學自己想學的東西 很羨慕我 其實我聽完後 有一點驚訝 驚訝是因為 這個朋友呢 不是說 只認識了我一段時間 對我不是很了解的朋友 是認識了很多很多年 然後一直是一個很親密的朋友 但聽完那個朋友這樣說 回想起自己的真實生活 我真是心虛到不幸 因為是不是他眼中那麼多彩多姿 是不是他眼中那麼自由自在呢 作為真是真真確確 用這個驅學生存的一個人類 我會回答你 不是的 以前的一個很好的朋友問我 你對上一次什麼時候哭 我回答他 昨天 於是我就開始想 隔離返鄉 或者覺得其他人生活總好 過自己生活這個念頭 講到尾其實都好看 每一個人究竟怎麼去表現自己的一個生活狀態 現在這個時代很明顯 大家都在用很多不同的社交媒體 Instagram、Facebook 有人會拍Youtube、Snapchat 很多人會用這些社交媒體 而細心點看 上面的內容其實都幾千篇一律 不如外父都是我幾時幾時去吃了一些好吃的東西 所以先上機吃 我要打卡 會去哪裡哪裡旅行 所以在機場登機牌下面拍照 跟這個男生或者女生一起 那一刻很開心 所以就有很多所謂放閃 這個我自己也有時候會做的 或者跟朋友家人正正有一些開心的時光 就會用上面影片文字等等的形式 記錄下它 而這多支多彩 而且是有靜有據的生活印記 就令到我們作為受眾的人 看到這些照片 就回答 為什麼這個人生這麼開心呢 我又不是覺得在這些社交媒體上 所謂放閃 或者把人生最美好的時刻放上去 是不對的 其實沒有說對不對的 你想做就做 但有一件事我之前搞不清楚 就是我把那些圖片影像 當成一個人生活的傳播 其實這些影像證據 是每個人生活的局部 而不是它的傳貌 其他人我不敢說 對我來說 大概一年前 想開始做Youtube 我就一直在想 究竟我在這個虛擬的世界 存在它的意義是什麼呢 對自己的意義 和對人的意義是什麼呢 對自己的意義呢 我就不多說了 其實我之前在影片裡面 都提了很多 對觀眾的意義有幾個 一 提供韓國相關的資訊 我相信很大部份的觀眾 都是對韓國有興趣 才可以找到我的 content 看到我第一條片 第二 可以分享自己的生活 分享自己的想法 這個比較自私一點點 我覺得有些東西 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些東西我覺得是對的 希望可以羞恿到 大家都覺得 這件事原來值得想想的 這個是第二我想做的 第三 可以給大家 可能一個星期三次 輕鬆地到我的影片 五分鐘 十分鐘 即使 我做不到什麼偉大的事 博君一笑 都不是一件壞事 所以慢慢慢慢 其實我都開始自覺 我在網上放的一些東西 也都越來越選擇性 我都會放很多 在韓國吃到好吃的東西 去好玩的地方 跟小巴西最有趣的 生活片段 問到最可愛的 moment 但是 我的現實生活是怎樣的呢 其實我現在在全城拍YouTube 大部份的時間 都有拍片 剪片 想題材 度見 複Email 複留言 和網友互動 其實這些是這個工作 所需要完成的工作範疇 所以80%我生活中的狀態 是不化妝 對著電腦剪片 一剪 可能一天剪八九個小時 有時剪到連涼都不充 家底出了 還有一種酸臭味 傳出來的 是有酸臭味的 外出吃飯 或者吃好東西 那星期大概一兩次左右 鏡頭背後 我吃什麼呢 大概都是自己煮的褪麵 然後去便利點即食的餃子 飯糰 即食麵 或者去餐廳 吃海豆腐湯 吃口煎麵 那就是一餐的了 每個星期最少都要哭一次 大哭那一隻 和男朋友吵架 吵到快分手 也有幾次的 社交上 如果要去見一些新朋友 或者不認識的人 其實我心裏都會很緊張 很怕人家怎麼看我 很怕會有一筆AR 以至去到一些工作夥伴上面 就算只不過是Email的來往 我根本不用面對面 Email發出一粒字 我都會記恨自己很久 這就是我生活的實況 其實我都幾多問題 都幾脆弱下 但我都幾喜歡這樣自己 因為這樣才會像個人 了解到這件事之後 我開始對自己的生活 或者當我看其他人的生活的時候 看的方向 看的方法 看的角度 都會有所改變 你會了解到別人 當然想把自己的做行為 分享給其他人 無論他的目的是怎樣 想完耀也好 想分享也好 他選擇 無論沒有人 無論他多有錢 無論他多聰明 無論他多有成就 無論他家人 朋友有多疼愛 中國有他需要問兩個問題 你也是 我也是 人生就是這麼立體 是有這麼多個個個的 我們無可能去完全理解 另一個個體的生活 為何正式我不了解你 你都不能完全不了解我 但如果我們有各種認知 就是他的生活 和我們生活一樣 有高有低有開心 當然有他掙扎的地方 可能我们就会开始不太想去羡慕其他人的生活 而开始专注自己的生活 这样一些自己生活里面好的东西 而自己生活一些比较shilly的东西 就可以真的从长计议 对了 说完了 我知道我说得很松散 很跳跃 但总算都将我想说的东西 算是完整地在镜头前跟大家分享了 不知道大家怎样提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羡慕其他人的人生 的一些时刻呢 我真的不是说搞死 或者你跟ABCD这样做 你就不会再羡慕别人的生活 純粹今天在洗澡前突然想起 想和大家坐下聊聊天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都喜欢这些聊天的影片 不妨帮这个影片按个like 告诉我 有没有subscribe的朋友 快点subscribe 也可以放我的Facebook、Instagram 我现在超臭我又要去洗澡 那如无以外 我们一至两天之后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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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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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教你相信 怎样教你也发现是你的生命 也许太多猜疑 也许不够好奇 也许是你的世界才真实